民眾搶搶搶衛生紙含帳 台灣人瘋狂搶購的新聞 登上英國媒體BBC版面 總算引發公平會關注 找業者一起喝咖啡 有調漲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跟意圖的話 就已經違反了聯合行為 我們所掌握的一些的狀況 這個案件絕對可能 已經觸犯了聯合行為 公平會坦言動用史上最多人力 29日開始會逐一約談 包含衛生紙大廠金百利 永鋒於陣隆 還有通路全聯加勒福大任罰 等五大業者 一旦認定聯合漲價即可開罰 如果情節重大的話 我們可以處罰營業額 一年收入額10%的罰還 我們是希望他們 一定要趕快徵補貨源 同時絕對不可以囤積 想要抬高物價的行為 這個我目前還不太清楚 我們會把訊息帶回到公司內部 然後由公司發言人統一 都要說明好 業者低調不願多談 因為公平會再三強調 只要有意透過媒體第三人傳話 進而聯合漲價行為 引發民眾恐慌 將加重懲處 歡迎新聞 廖文蒲陳舒曼 台北報導 打探索 頓